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我是Aman 去日本京都旅游 可能大家都去过 京都市著名的地标景点 就是途中所见 位于京都市北山区的金角寺 这座三层高的木造塔楼 铺上厚厚的金棚 散发出明亮的金光 莊严隆重 既华丽也张弱 金角寺的美丽动人 令人一见难忘 相比起金角寺的华丽耀眼 位于京都市东山区的银角寺 就显得朴实 和含蓄得多了 银角寺的外场 并没有贴上银角的 而只是涂上黑漆 在秋日的模式中 显得沉稳 缩木 淡雅 银角寺被人的朴实 和内延的感觉 这些是因为 他用上圆木设计的 质朴外观 并配搭上结白的和纸 做枪飞 和屋顶上的青铜鳳凰 一起 猶然速立在 陆亭环绕之中 必具高雅脱俗的气质 如果说金角寺好像一个朝气蓬勃 干净十足 举致优雅不凡的年轻人 这样 银角寺就好像一个 饱力沧桑 看尽千凡 洗恋而沉稳的智者 银角寺在他 朴实低调的外表底下 隐藏着日本特有的 差跡滋美的个人之柱 如果不是这样 银角寺又怎可能 比拥有四星旅游景点的金角寺 还要多出一粒星呢 在日本美学的角度来看 银角寺的差跡之美 比金角寺更能代表日本美学 差跡美学是日本美学中 非常重要的一种风格 或者是一个概念 是人和大自然相互融合的一种理想追求 差跡之美 不是追求留于表面化的物质层面 而是着重强调事物的精神层面 和感性的体验和领悟 日本的差跡美学源于中国 公元前约五百年 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过 万物之此 大道至简 显化至凡 中期意思就是 凡事都需要反迫归真 方为自然 这才最好 南宋时期 1187年 日本和尚荣西 把禅宗和佛教在中国带回日本 并于1191年 在神内村院建立了第一间禅宗寺院 建仁寺 并将茶道和禅宗结合起来 荣西和尚成为日本禅宗的创始人 深刻影响着日本文化 茶直 日语发音是 Wabi Sabi 茶 意思是 简陋 朴素 在灵静志愿中 感受到质朴的素雅之美 直 意思是 时间二世 万物无常 要我们接受生命中的苦和悲 拼弃不必要的虚无的追求 回归自然的本质 茶直 被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美学体验 它将生命无常和趋弱性 作为美学价值的一个部分 这种美学体验 要求我们放下对完整 完美和永恒的执着 懂得欣赏简单 不完美的事物 例如 沧桑 破旧的物品 枯毁的花朵 荒废的空间 这些经过时间练历的痕迹 从这些事物的简陋 粗糙里面去感受自然的力量 欣赏时间流逝的印记 并且从中体会到一种平和 谦虚和感恩的心境 在不完美的真实世界里面 去感悟 珍惜 那生命中的自然美 此外 差跡 还强调日本文化中 很重要的一种美学观念 即是 日语发音是 指的是 空间和时间 意思是 空白 或者是 停顿 这个概念是 比如说 我们需要 腾出时间和空间 以便反思 欣赏 和体验事物 同时也包含着一种 微妙的美感 那种 流白之美 有些像音乐里面 邱子弗的功能 也就是 中国美学里面 流胸 或者流白的概念 尖 是用来 去调节 事物之间的 平衡和关系 在差跡的美学里面 我们可以体验到 这种 尖的美感 并从中 获得一种 静默的感受 让观众和读者 能够在 流白之美的 停顿中 去反思 感悟 和体验作品里面 所吻陷的 深层的意义 在中国的 书法和绘画里面 流胸 或者流白是指 流出空白的部分 让文字和图像 有节奏感 令到整体的结构更生动 流胸 或者流白 除了因应构图 和塑造 意境 所需要之外 更加可以增强 因为空灵 带来的想象力 和画面 戏运的深度 在中国 将流胸 或者流白 正式提出 成为美学概念的创始人 就是不宋时期 官场中 一生风雨 一生坎坷的 中国大文号 素东波 即是素食 他在东波至林一书里面 曾经这样写过的 画一生 山石多者即实 小者即虚 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 方位尚实 这句话当中 虚中有实 实中有虚 就是流胸 或者流白的意思 意味着 在画面里面 留下适量的空白 让画面更生动 和有层次感 日本的美学 和西方的美学观念 大相敬提 西方美学 源于古希腊 强调美的本质 是理性和智慧 美的标准 建基于素理 调罪 邏輯 对称和和諧 而美的目的 就是追求完美 和永恆 日本的差跡美学 被视为一种简朴 克制的欣赏方式 认为世上 并不存在完美 也没有永恆 人必须面对 并且接受世事无常 这才是人生的自然 今天它代表了一种 以较轻松的态度 看待失落 伤感 沧桑 或者幽默 尊重 并接受世事无常 欣赏世间万事万物的不完美 和缺行 我们可以在日本的建筑 陶器 能剧 茶道 花道 浮世绘等等 隐身到生活里面 任何的一个角落 也隐藏着差跡之味 当然 日本摄影师 也没有一个例外地 在骨子里面 都充满了差跡之味的基因 包括经常说自己是一条野狗 的日本街拍大师 深山大道 Daito Moriyama 1938年 生于日本大阪府的磁田市 他成长于战后 百费代举的日本社会 他亲身经历过 骚动不安的社会变迁 这样的成长环境 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58年 他完成了职业高中收集平面设计课程 而成为一位独立平面设计师 1959年 年轻的深山大道 进入了著名摄影师 岩公武依的摄影室 担任摄影助理 同年 他以《倾斜的天空》作品 赢得了第三届富士摄影奖 这个奖 是他的摄影生涯中 第一个里程碑 1961年 他被当时的摄影社Vivo所吸引 由于渴望能够在东重照明 《细江英公》 以及《内良缘一高》 共同成立的Vivo图片社里工作 毅然辞去了摄影助手一职 转去东京想投奔Vivo工作 但不幸的是 他到达了东京的时候 Vivo正好已经解散了 当看到深山大道这个摄影青年 因为失望而不知所措的时候 Vivo成员之一的细江英公 收留了他做自己的助手 在细江英公手下做助手的时候 就是深山大道磨练他对摄影的感知和探索 亦都是在这个时候 深山大道搭建出他自己影像风格的阶段 为他日后的腾飞作出了坚实的准备 1963年 深山大道25岁的时候 成为了一个自由摄影师 他拍下了第一组照片《拖儿》 拍完之后 他开始拍摄《还需贺》 当时的驻日美军基地 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间 他拍摄的主题就只有一个 城市和街头 和很多其他摄影师 定好手拍摄的对象 然后去拍摄很不同 深山大道只是游荡在街头 好像一只狗或者一只猫一样 入迷地拍摄着他遇上的人 是 物 深山大道对于城市和街头的迷戀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 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很喜欢画画 但一讲到学习就头痛了 他也很少和同学或者朋友一起出去玩 只是喜欢一个人在街上留搭 从某种意义上 街头成为了深山大道最好的朋友 他一直都是这样 就好像当年的小朋友 只是手中多持一部照相机 1968年 深山大道加入了由多牧浩尔 中平卓马 高尼峰等人 发起组织的日本先锋摄影团体 跳人Powoke 让他有机会去展示他的才华 自此之后 他一直都走在日本摄影界的最前线 他以敏锐的触角和独特的魅力影像 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那种具有大和民族特色风格的照片 还赢得世界性的影响 在同年出版摄影集 《日本剧场社真帖》 1972年 深山大道出版了《摄影再见》 彻底体现了他根本的美学 仿洞 模糊 粗粒子 他的作品构图偏离中央 不对焦的影像呈现模糊的状态 以及粗糙的画质 这种激进的风格 颠覆了既有摄影作品的概念 不僅震撼了摄影界 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危坛引起轰动 接连在世界各地展开大规模的战纜 1973年 深山大道35岁的时候 喜欢了一本书 《海鲁亚克的在路上》 这本书是讲一个 和朋友开着一辆破烂的汽车 穿越美国大楼 沿途用打字机记录下 所见所闻 美国式的生活 就这样随着他的旅程 一幕一幕地呈现出来 这本书给深山大道巨大的共鸣 他一心想用相机替代打字机 用摄影替代写作 于是深山大道就拿着相机去上路 花了三年时间走遍了日本所有的国度 这么多年以来 深山大道发现了一个情况 摄影是一件做不完的事 街上永远都有发生令人着迷的事情 深山大道 深山大道 心目中的摄影英雄 是美国摄影家 威廉克来恩 William Klein 在1956年 威廉克来恩的一本摄影集 《纽约》在美国出版 并且引发摄影界巨大的反响 影集里面的照片 失焦、模糊、晃动 裸粒粗大 反差黑白分明 尤其充满克来恩式的 狂放不羁的版式设计 体现出对摄影 现存制度的反叛 令人们惊震得目瞪口外 有些人直接说作品是垃圾 另外有些人 包括日本著名摄影师 深山大道 就对克来恩大为推崇 并向克来恩视角特征的基础上 尋求建立自己的风格 2012年 深山大道接受采访的时候 提及克来恩《纽约画策》对他的啟发 他这么说 我二十来岁看到克来恩的纽约照片 激发了我去拍照 改变了我拍照的方式 克来恩的画面 让我意识到摄影艺术的无限自由 美丽和温柔 对深山大道来说 摄影是一种表现欲望的行为 是内在世界和外部世界相遇而产生的碰撞 清晰和严谨的构图 不是摄影的意义所在 摄影像的感觉 比摄影的技术和细节更加重要 所以 抖动 失焦 粗糙 扭曲 高反差 或者扣图轻 arist 都没有问题 或者你不会喜欢 яич 但是攝影不是一種創造美麗藝術的手段 而是一種面對真實世界的獨特表現方式 看起來深山大道只是把相機對上面前的東西 就按下快門了 但其實他是拍攝一些人街看到 但是沒有注意到的東西 那些日常生活中神秘而未知的東西 深山大道這樣說 與其說攝影是紀錄 不如說攝影是記憶 一連串記憶累計的過程 同時也是時間的化石 更加是光影的神話 今次的介紹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請點讚、留言和分享 祝願大家創意無限 身心健康、平安 後會有期 拜拜 阿フ 阿神 感谢观看